作者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1040集 见死不救 赵普倒是有些发懵 欧阳和邹良也对视了一眼 明白了为什么门口的不是台阶 而是一个斜坡 原来公孙这位同窗行动不便 贤地怎么来了苏州府 我来办点事 春道来看看你 淑呆是为了谨慎 一点没提他是来参加婚礼的事 听说贤地已经入了开封府 那人淡淡开口 公孙似乎有些尴尬 别误会 我当然不会怪你 包大人这么好的官 你追随他自然是有道理的 只不过 你和那么多五人在一起朝夕相处 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小四子 千万离那些疯疯癫癫的五人远一点 赵普等人面面相去 公孙无奈地笑了笑 似乎很尴尬 不过也没搭茬 没反驳 只是给他倒茶 将话题扯开到了药理上 两人果然都是郎中聊得相当的投机 欧阳戳了戳赵普 赵普回头 龙桥广也眨了眨眼 公孙不让我们跟来 好像是有点理由的呀 赵普也发现了 这位同窗貌似讨厌五人 众人坐着聊了一会儿 就由管家带着丫鬟来收拾桌子 准备吃饭了 有个丫鬟捧着放花生的盘子转过身 被蹲坐在一旁的小五吓了一跳 一个猎妾 手里的盘子就飞了 小梁子本能地顺手一接 顺便将那些花生也都接住了 闪到了那丫鬟身边 将盘子交给他 那小丫鬟睁大了眼睛 看着小梁子 随后接过盘子急匆匆就跑了 吓着了似的 小梁子摸头 有些不解 虽然我不像锦儿似的人见仁爱 但也没被人嫌弃过呀 那丫鬟怎么搞的 以前在开封府 帮丫鬟们接住盘子 那些姐姐们可开心了 在看院子里 气氛瞬间像是僵住了 小梁子回头 就见小四子睁大了眼睛正瞧他 公孙样子有些无奈 而那位孟童窗此时脸色十分的难看 小梁子倒是想起来了 刚才一下子给忘了 来的路上小四子提醒他了 说公孙这位童窗可不喜欢五人了 所以要乖一点 可惜小梁子也惯了 没乖过 于是不一会就露馅了 这时韭菜都上齐了 公孙那位童窗的脸色 稍稍缓和了些 吃饭吧 公孙点头 众人落座一起吃饭 小梁子这会儿也老实了 瞧着对面突然似乎是没了话题的 公孙和童窗有些紧张 我是不是闯祸了 梦梦 小梁子家里住在西域呢 小四子给小梁子夹了一筷子菜 又给另一边的孟童窗夹菜 笑眯眯跟他说话 那位孟兄神色缓和了些 看眉眼的确不太像中原人 西域人性格还是比较豪放 也宠武 小梁子黑黑笑了笑 也不敢多说话了 乖乖端着碗吃饭 小四子不给他夹菜 他都不好意思伸筷子 生怕伸筷子的动作不够斯文被嫌弃 赵普皱着皱眉头 欧阳和龙桥广对视了一眼 一股压抑之情 这树上怎么这么怪异 我家树带比他可爱多 有小四子这个开心果在 没一会儿气氛就又好了起来 小四子 这些年在开封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交到什么新朋友 可多了 你最喜欢什么人呢 那位孟兄问完 小四子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九九丫 公孙瞄了小四子一眼 小梁子扬起脸看自家颈儿 小四子赶紧补充 小梁子也最喜欢呢 小梁笑咪咪 屋顶上赵普一条眉 乖子 不忘我这么疼你 也是开封府的事业吗 我师父 小梁子刚想介绍下赵普 桌下公孙轻轻踹了他一脚 小梁子眨着眼 九九是爹爹的媳妇 小四子一句话 那位孟兄被茶水呛到了 随后边笑边捶胸口 贤弟竟然成婚了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简直不讲童窗情面 来 罚酒三杯 公孙张大了嘴 边接酒边描小四字 这娃又来了 屋顶上 赵普心情很好 龙小广和欧阳 看着嘚瑟的赵普 总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 不过赵普既然不讲究 那他们也懒得管了 你也是 怎么就自己来了 把弟妹也带来呀 孟兄埋怨公孙 公孙尴尬 想着干脆带着小四字走 再这么下去 时早要穿帮 谁知孟兄喝了几杯酒 又有些担忧地问公孙 对了 我听说 你与那开封府的展昭 一起办公 展昭是南侠客 听说他是魔宫之后 你们一起在开封府供职 他有没有刁难你 屋顶上三个差点喷了 展昭刁难公孙 无法想象那画面 展昭跟只猫似的 晃着尾巴 拿爪子挠公孙吗 公孙敢忙白手 当然不会 展昭人很好的 又温和 他也很当小四字 小四字最喜欢猫猫了 小四字最喜欢的人好多 你让小四字跟他们接触了 你要小心的 放心吧 不会有事 怎么不会有事 万一碰着了呢 展昭摸摸着下巴 看身边两人 似乎不解 什么叫万一碰着 展昭不是每天都捧着小四字 搓扁柔圆的吗 碰碰都不准 那位孟兄正想再说几句 这时管家跑了进来 少爷 有人求医 求医去诊堂 我晚些过去 只是没等他说完 就听到外边 传来了一阵寒声 孟绪峰 孟神医 出来救人了 赵浦和欧阳 邵征还有龙桥广 都打了个愣神 随后一起明白了过来 公孙这位同窗还有点名气 神医孟虚峰吗 听过 大宋朝也算有点名气的 早前赵浦给他娘 找神医治风师的时候 也有人给他推荐孟虚峰 可是当赵浦托人请他的时候 认识孟虚峰的人 都跟赵浦说不可能的 孟虚峰此生最恨恋武之人 就算赵浦是王爷 他也不会来给赵浦的娘治病 龙桥广轻轻一拽赵浦 我听一个军医讲过 说孟虚峰小时候 被两个正在斗殴的武人 误伤到了脊柱 导致终身残疾不能站立 赵浦和欧阳都皱眉 难怪那么恨恋武之人 也难怪他不希望小四子 接触恋武之人了 情有可原 众人都无奈 所谓的神医不自医啊 孟虚峰这病一定是治不好的 因为看样子不止他自己没办法 公孙也是没办法 欧阳望了一眼大门外 就见一个人扶着 另一个人站在那里 焦急地拍门 赵浦摸了摸下巴 这打的标局的标尸 这两人身上都有伤 拍门那个轻伤 而被他扶着的那个已经奄奄一息 赵浦看他面色轻絮絮的 嘴唇发紫像是内伤 孟虚峰脸色难看问管家 什么人 哦 是四海标局的 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不救 宋克 孟虚峰一摆手 管家点点头出去回绝了 那求医的急得跟什么似的 求过了 苏州府的大夫说 只有你能救他 可是无论那五人在门口怎么喊 孟虚峰就是不肯救人 公孙有些坐不住 小四子也睁大了眼睛看着 小梁子脾气比较直 好像真的快死了 不如去看看吧 他们若不是好勇斗狠 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 自找的为什么要我去救 那也不能这么说 万一遇到了强人呢 你不就干脆让先生去救吗 公孙轻轻拍了拍小梁子的手 示意他不要对长辈不礼貌 然后看孟虚峰 孟兄 不然我们先告辞了 我过几天再来看你 孟虚峰点了点头 让管家推着他回房去了 其他的事情啊 他也懒得管 那两个五人还在门口呢 这会儿旁边那个重伤的基本就快断气了 突然 大门一开 那五人一喜 可出来的是一个白衣的书生 还带着两个孩子 谁都知道孟虚峰是坐轮椅的 公孙出门 伸手去摸了摸那个重伤之人的脉象 中了赌场 那五人一愣 随后点头 我不知道偷袭我们的是什么人 他好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要马上解毒 来 让他并躺下 哦 那五人赶忙扶着同门躺下 边问公孙 那个 先生是 嘿嘿 比孟虚峰更好的大夫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哎 玉堂 你家白云帆也没有传说中脾气那么怪啊 怎么 他让我骑啊 对多多也很有善 他自然是让你骑的 至于多多 他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 我骑的 我骑的 你骑的 你骑的 我骑的 云帆走 一起出去跑跑 嗯 你话真少 说那么多话做什么 话多 出场多呀 我们不是主角 还不是人 还别这么说嘛 我们多拉点订阅分享 说不定出场就多了呢 过许吧 嘿嘿 各位看官 我是早多多 想看我和云帆出场吗 那就订阅分享吧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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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